Hello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想帶大家去一個節日限定的地方 Christmas Tree Farm 我想在歐美地方 也有很多人喜歡拿一棵真的樹 回家慶祝聖誕節 而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Christmas Tree Farm 去看看究竟是怎樣做的 說是遲那時快 我其實已經到了 那我們現在立刻就去看看 先戴上口罩 好 我們出發了 由於沒有帶穩定器拍攝 以及太順暴手機的防震 在雪地走結果震到媽媽都不認得 為免震到大家想嘔 所以skip了大部分邊走邊講的footage 用Vo勁快說一次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Christmas Tree Farm是怎樣 超級鼓勵你和你家人親身去一次 拍下了一部車就看到一排排聖誕樹種了 這裡也看到有pre-cut了的樹放在這裡 黃色Tag就75元 大概有9至10呎 紅色Tag就55元 7至8呎左右 來之前信路去了一間超級市場 看到它就賣35元 都有6至8呎 不過全部都是同一種樹種 再走進一點就看到這裡幫你包著一棵樹 讓你容易一點可以放在車頂或者車尾 就像這樣 我所見到都有幾種不同品種的樹 有Eastern White Pine 也有Belsum Fir 但是就見不到最普遍做聖誕樹的White Bruce 其實可以找一集再跟大家介紹一下不同的常綠樹 整個農場都不是見到很多香港人或者亞洲人來 可能我們本身沒有放真樹這種習俗 不過可以今年試一下 我想很多人都有個疑問 砍棵樹下來做聖誕樹 玩完積氣好像很不環保 為什麼不選椒樹重用而要劈樹呢? 其實買真樹比買椒樹 對環境的影響是很多個壞 因為這些樹都是特別種出來買 它是一個農場 反而是幫助到自然森林不會被攬罰 種一棵樹到修成最快是6年 而這6年它都不斷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氣 每斬一棵樹又會種回1至3棵 而未斬過一些又會繼續種在這裡 提供一個棲息地給野生動物 所以相比去膠樹要用幾十年 才可以平衡它製造出來的碳竹印 還要可能很快爛 然後不知道等多少年才會分解到 還未介大部分都是中國製 弄完混過來的碳竹印都很高 而真樹用完之後每一部分都很有用 可以碎了去做mulch 又可以做firewood 燒它的樹皮還可以防蚊 夏天BBQ那時候用真是定瓜瓜 又可以留下用來做木工 所以在這裡呼籲一下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 我很樂意接受的 如果你想去鋸就要快手了 因為原本我想參觀那個農場 說這個季度已經結束了 所以應該只剩下一個星期的時間 記得自己帶上鋸去 雖然我看到也有得借 但是自己有就方便一點 哇 這麼快就走完回來了 其實那個聖誕樹場都非常之大 如果要走完 你要找一棵真的適合你的樹 我覺得又不用真的走完 在頭三分一已經可以看到你想要的樹 或者你想要的尺寸 但是今天就非常之好天 所以就非常之適合做這個全家的活動 如果喜歡這條片就留言 記得按讚和分享 還沒訂閱就訂閱了 還可以追蹤我Instagram 裡面還有其他不同的資訊 好 下次再說 拜拜